如果要选一个堆线最强的英雄 那么小李一定选他 作为老牌战神英雄 杨姐的实力自然不能多说 能突进 能眩晕 能斩杀 能吸血 一身武艺就是纯为了堆线而设计的 在最早的时候 杨姐就是编路战神 是非常强势的上分英雄 但是 随着新英雄越出越多 这些有机制缺陷的老英雄们 强度和热度都开始下滑 杨姐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机制太过于老旧 而且还有一定的上手难度 基本上只有一些绝活哥 还在坚持用杨姐上分量 上率方面 由于现在主打的是团战游戏 像杨姐这种对线好横 但是团战拉胯的英雄 虽然是跟不上版本的 低端局还好 还可以靠着手法 用虐菜的方式 靠着单推一路 轻松赢下比赛 可一旦到了高端局 杨姐团战无能的缺点 就会被展现出来 即使线上强势 如果没有人给杨姐杀 那杨姐也是没办法站出来的 对线杨姐可以选择一个 比较适合中期团战的英雄 前期猥琐发育 中期直接不出现在对抗路 一直带着队伍去打团 这样就会让杨姐玩得非常难受 杨姐的优点有很多 比如最强的线上单杀能力 即使被削弱过 杨姐依然可以靠着二技能 在一级上线的时候 打得非常强势 对手接近的话 直接连人带兵一起打 对手不接近的话 就快速处理掉兵线 迅速升到二级 然后少机会 一套就能秒掉对手 杨姐的对线强度 不仅仅体现在这里 四级后拥有大招的杨姐 在线上更恐怖 只要对拼的时候有兵线 就可以一边回血 一边打伤害 二技能有真实伤害 不惧怕坦克英雄 被动周围人越多 越不惧怕控制技能 就是打野中单过来抓 也能轻松应付 但是杨姐的缺点也很明显 他没有打团能力 杨姐作为一个身板叫翠 突进去就出不来的英雄 团战中的作用就是 利用超高的爆发伤害 去处理掉后排 也就是刺客玩法 但是杨姐的突进技能 必须要有很高的命中率 而且还很容易 被前排坦克挡住 想要一个狗就突进后排 却晕斩杀秒退皮 还是比较难操作的 其他方面杨姐都不太行 并不能给团战做出贡献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打野 既然打法偏向刺客 那么去打野就是最好的选择 杨姐的技能有控制 有高爆发能力 前期伤害超高 还比较适合入侵野区 干扰敌人发育 但前期能够打出很不错的效果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 天上单挑的优势就打不出来了 不过节奏掌握在自己手中 靠着抓人抓蹦对面 也是非常不错的玩法 效果伴们会用仰点上分吗 回来聊讨论哦 拜拜